只是臉有點雙閒長 臉很壞 妳很壞 不要後面再統一招 妳是有比例問題是不是 來 小薰 妳的經典的 妳的後面 先找來 我要找我跟小蠻的 就是有很多一些我們私底下的互動 我覺得都是表現很自然的 這還蠻甜蜜的 朦朧美的感覺 我很喜歡 丫頭 推薦一下吧 丫頭最喜歡的就是這張 而且她的對白很有意思 她說 她說什麼大雅 猜猜有幾顆櫻桃 我猜有十顆 不知道嗎 什麼意思 充滿了趣味 對啊 她這家話已經是 這個排文字是誰排的 是服帽的同仁嗎 應該是但就是很符合 就是七八年級有夢的妹妹 還蠻甜蜜的 這是充滿幻想的原地 對 對 對 不要在那邊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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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吧 就是玩樂的時候就感覺 很自然 很熱鬧耶 那妹妹呢 妹妹的也很A A的 她拍的時候超A的 我覺得我A的 只有拍出來的還是那個 沒有A4A 好啦 我決定了啦 就是我的胸部是歪的 怎麼會這樣啊 有點糗耶 可能是 她是不是 緊歪了 有可能是緊歪耶 反正就會那時候這樣玩啊 然後她就歪掉了 所以這張還蠻特別的 敲歪了 不知道要不要怎麼接嗎 好害羞耶 下一個 我也是喜歡我跟小薰的 因為這是我們在玩 然後攝影大哥在旁邊拍 而且在鏡照啊 看起來就 皮膚很好 然後很自然 喔 很自然 來 對不對 鬼鬼有一張大露 對 剛剛跟同學一張 其實我也很喜歡 然後我有另外一張 有露的嗎 有 我跟你講齁 看球重點 看球重點 我覺得整個人都還沒有狹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最熱的 我露出我的腰 雖然腰有修過啦 喜歡小腹修掉了 妳就跳躍的那個感覺 喔 因為是在水裡 跳躍 因為那隻猴子 沒什麼兩樣 好細喔 好自修的啦 有修嗎 鬼鬼根本是自負集團 不要說就沒有人說 你小腹是修過的 這是有不天真啊 你們時尚感呢 到底有沒有進步喔 有 有 常看你們也去流行音號子 你也去流行音號子 對不對 那你們在這上面 有沒有學到很多東西 有啊 我覺得大家都變得 比較會穿衣服 有沒有公認最土的是哪一位 好...有進步 但是還是有啦 自己站出去好了 好 公認最土的 往前一步站 往前一步 什麼王號 知道嗎 怎麼說呢 好啦 是啦 就是 我一直懂的啊 反正就是 穿得舒服就好嗎 跟他們不會走 他這樣 平常他會不平常 他比較不會打電話 因為他平常沒有通告 就會在家裡休息 他也不會跟我們去逛街 他家住那個離島上面 所以就 比較難跟他 沒辦法落土 對 比較難跟他一起活動 那我想要問一下這邊裡面 你們平常看啊 覺得最土的 你們講一個 曾經嚇到過 966土的樣子 你也常常看他們接近嗎 對啊 你覺得嚇到你 那完全沒有時尚FU的 就有小薰 我有改進了 我不好 怎麼說呢 因為他...我不知道 就是他常常會穿得很像 什麼衣服 沒有 就是一些很奇妙花紋的 就覺得 這是春菇來了嗎 我的感覺 進步了 對 我記得我那時候 剛來黑色衣服 黑色衣服 也是看到小薰 是不是嘛 我人緣真好 每個人都講過 對 他就是穿一個很奇怪 很像運動褲的褲子 然後穿高跟鞋 哇 好適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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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裝配運動褲下高跟鞋 然後一個運動褲 然後一個運動褲 黑色衣服 黑白雲年 央裝搭配上 土黃色運動褲 加上純白色高跟鞋 如此決定的魂大法 之後小薰辦得到嗎 菇青 妳從剛開始一直笑起來 我好像記得 妳記得 記得就是對 也是一樣都看他們 是我嗎 妳是他嗎 嗯 今天麻煩大 因為今天呢 我們請到最頂級的評審來 然後你們呢 要自己搭配服飾 然後我們要選出一位最時尚 然後 然後在姿勢方面 然後自己呢 搭配的時尚服飾裡面呢 我們要選出一位了 好的 但是這個晉級的 一開始是比較可愛的 好可愛嗎 好可愛嗎 妳們今天有帶兩套對不對 對 可愛玩晉級才能到性感 如果沒晉級的話 性感那套麻煩燒掉 為什麼燒掉 玩得比較硬啊 馬上進行妹妹 清純性感造型大小燈 清純風關卡 頭戴四個人 居五個人晉級挑戰性感風控 最後選出一位優勢的人選 今天讓我們再正中的歡迎 頂級的評審 我們歡迎 Channel V總監 Andy哥哥 哈囉 大家好 第一位專業評審 不用多做介紹 就是他們最了解美美的V台總監 Andy哥 他的評審重點是什麼呢 對啊 Andy哥 今天你知道評的是不一樣的東西嗎 我知道啊 就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找我來評這個 本身 你打造他們的造型 是OK 但是他們 私底下的那個蠢樣 對 因為 妹妹那時候 剛進來的時候 其實真的還蠻蠢蠻呆的 尤其 我可以點名嗎 絕對 剛剛已經說過了是不是 丫頭倒是沒有被頂住了 丫頭有 丫頭 基本上我一直認為她是流浪漢 什麼造型 對 什麼造型 尤其我剛開始認識她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小女生長得那麼可愛 聲音這麼嗲 怎麼穿衣服這麼糟 她好像穿校服的頻率很高 對 因為她不會打扮 所以她穿校服 就放了學之後來公司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 好漂亮喔 那如果是穿便服的時候 就行 就是穿便服的時候 就是連T恤很簡單的T恤 她都可以穿得像流浪漢一樣 那一件 穿太寬大了吧 也不是耶 就是 我覺得是習慣 習慣問題啦 我覺得 或者是她配的牛仔褲 你總覺得就是不對 就那個牛仔褲配上那件T恤 你就會覺得怪怪 所以今天看球重點 你會特別針對這兩位 其實是耶 尤其小薰現在又演了那個 友台樂 十八鏡 對 十八鏡不鏡的那個戲 基本上我認為 因為其實很多衣服 除了經紀人幫她打理以外 她其實自己已經有很多想法 對 所以在戲裡面 我除了看戲以外 我還會看她的穿著 對 你說她自己搭配 對 她自己搭 那有時候我就想說 就是 蛤 可能是歐巴桑的造型 你知道 有個幾集啦 有幾集啦 然後後面幾集就發現說 好像有進步了一點 所以今天看他們的重點 不外乎就是服裝 還有整個肢體的搭配 對 歡迎Andy Coco 謝謝 緊接著 最近呢 算是名列 暢銷女作家 排行榜的 小米姐 陸佳怡 第二位評審就是我們的 時尚達人陸佳怡 主持流行時裝節目的她 對於妹妹的穿著打扮 可是相當要求的 大家好 我是陸佳怡 我的新書叫做Beauty Talks 與美麗對話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妹妹們要多多支持喔 不是 不是我在說 捧你 你要說什麼 不是我在捧你 因為妹妹啊 經過流行inhouse的洗禮之後 確實 有差對不對 至少 比較 很多牌子她們可以唸出來 又是品牌 品牌啊 然後那個SANS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開始接觸很多流行品牌 大概就是從她們這樣子的年紀 然後才會開始 一個一個品牌去認識 然後去學習去指導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是奠定妳的一個流行sense 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那這群妹妹有沒有讓妳覺得 很驚人的一些造型 讓妳沒有辦法忘了 你說這一群嗎 後面 是今天在九妞妞嗎 九妞妞